再来就要介绍如何保养了 首先先来看到我们的双面烤盘 在每次使用完毕后 都需要用海绵的软面来做擦拭 或是用软布来做擦拭 可用中性厨房清洁剂清洗 建议用热水冲洗效果会更好 这边要提醒大家 在使用双面烤盘的时候 绝对不可以使用铁字餐具 或者是锡箔纸 接着我们来介绍颅门保养 在每次使用完毕后 都需要用湿抹布擦拭 或者使用软海绵擦拭 保持颅内干燥 可以让颅门保持略开 颅内底部的顽购可用清洁剂擦拭后 再用湿抹布擦拭干净 提醒大家 擦拭时要小心 颅内右上角温度感应器不可以触碰到 颅内四周不可以用力擦拭 尤其是底部 为玻璃材质不可以撞击 如果颅内有异味时我们就可以进行41号除臭功能 稍后会帮大家讲解 每次使用完机器后都可以使用海绵 或是软布 为门内门外做擦拭 再来我们来介绍给水槽的清洁 每次使用完毕都必须把水倒干净 清洗时可以打开盖子 清洗好后保持干燥避免细菌滋生 不可以使用洗碗机清洗 可以用软布擦拭 接着我们来介绍收集盘的保养 每次使用完有蒸汽的功能后 都要拆下来清洗擦干 保持干燥后安装回原位 安装时要用力推到底即可 不可使用洗碗机清洗 再来我们来为大家介绍自动保养功能 首先先看到这边 保养键有分为40号到44号 按下这边的保养键后会跳到40号 要注意哦 不要挡到蒸汽孔或是回风口 就可以轻松地擦拭掉污垢了 但是还是要建议 只要一张就要马上清洁 不要变成完垢才来清 屏幕上会出现水确认的字样 保养前需取出烤盘 炉内擦拭干净 保养完成后炉内会很烫 请小心 保养完成后风扇会转动冷却 电子零件 不可以关闭电源 就可以按下开始啰 行程一样是20分钟 我们再来说明42号清洗排水 保养键再按一下就会跳到42号了 这是一个日常保养管路的行程 只要有使用到蒸汽的功能 最后一定要跑一次清洗排水的保养 目的是将管路内残留的水垢 利用水箱内剩余的水冲洗出来 养成保养的好习惯 才不会让管路因为水垢阻塞 而造成故障 这边要提醒大家 清洗后可能会排出白色的水 是正常的现象 白色的水垢是 致来水中的矿物质等成分 荧幕上会出现水确认的字样 要检查我们的水箱有没有加水 检查完成后按下开始键 行程从30秒开始倒数 清洗中不可以取出收集盘 行程结束后 收集盘的水要倒掉 收集盘要清洗干净 保持干燥 必须为大家说明 43号柠檬酸清洗 保养键再压一下 会跳到43号柠檬酸清洗 这个功能是要清洗蒸汽加热盘 约每个月清洗一次 这边有16公克的柠檬酸 200ml的水 将柠檬酸倒入水中 搅拌均匀 将搅拌好的柠檬酸水倒入水箱中 接着我们直接按下开始键 行程会从30分钟开始倒数 行程结束后收集盘的水要倒掉 收集盘要清洗干净 保持干燥 行程泡完后 将收集盘 及水箱的水 洗干净 再装新的水回来 这边是洗干净的收集盘 这边是洗干净 沥干水分的水箱 水箱里面有一个清洗的水位线 加入水 加入水 约100ml的水 加入好后 盖子盖上 装回槽位内 一分钟跑完了 将我们的收集盘 以及水箱 冲洗干净后 沥干就可以啰 最后来为大家说明 44号炉内冷却的功能 再按一下保养按键 会跳到44号 这时候就可以按开始咯 时间是从15分钟开始倒数 如果你今天想要调整时间的话 按下火力键 旋钮往左转 最少的时间设定是30秒 最多的时间设定是30分钟 可以依照自己的需求 选定好时间后 按下开始就可以咯 以上是今天的解说 如果还有疑问的话 欢迎来电来管预约咨询咯